走 帶你去吃飯 要吃什麼 我們去吃水煎包 還有吃一個後站燒餅 好 我們要吃楊家水煎包 兩個菜的三個肉 好 分開裝 我們可以便吃 我們就能吃飯 然後 我們可以吃一下 好 好 好 這種 我要你就不 Richt 這個 可以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出他葱是真的给很多 然后他面团感觉是那种有咬性的那种面团 那吃起来这个是吃会饱的 并不是说像外面面包发的很多 那他就是咸跟葱的味道为主 那你觉得呢 觉得他的葱的味道蛮入味的 就是有够味 好 接下来是这个水煎包 那这是菜的 那这两个是肉的 你要先哪个先 嗯 你吃 你哪个先 还是你先吃菜的 我先吃肉的 好 我觉得它很大一个欸 拿前面去的时候啊 你看不是有人手要挡一下 嗯 嗯 就让他家不要对到我们 就对到这个食物上面 他们常常会另外拍特写 就是用手机拿镜子这样拍 他们比较好是有摄影师 他们常常会拍镜子 然后看不同的角度 像这样子 好 那我先讲这肉的 它肉是有很多肉汁在里面 那它的调味也还不错 那它的 是好吃的那种肉 然后皮还算 没有到很薄也没有到很厚 所以它吃多一点的话 其实它可以吃得饱 那里面加很多葱在里面 那肉也算是比较新鲜的肉 那最近因为长鸡 现在一颗18块 嗯 不过它的东西是可以吃饱 还说CP是还算 还是算蛮高的 那你的菜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 嗯 第一口就有吃到菜是还不错 但是吃到后面会觉得 它面皮的味道 会稍微把菜的味道 盖掉一点 它的它可能菜包 比较清淡一点 相对其他来说 嗯 那你再接吃肉吧 好 就跟你交换盘子 嗯 底下那油 蛮油的 肉的比较油吧 嗯 嗯 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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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 走了 我 很酷 喔 接下來我們來吃這個叫做燒餅的這些蝦 那這是他們的小酥餅 這個是芋頭的 這個是紅豆的 先吃芋頭 它外層這一層皮喔 比較不像是那種一般的酥餅 比較有點像 覺得外面那一層的酥油沒有放的那麼的多 那麼多層這樣子 那看個人口味沒有說好或不好 那我個人是比較偏好 是酥油加比較多那種很多層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酥皮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它是 酥的感覺酥油沒有放到那麼多 所以你會感覺到酥脆 比較像是吃餅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月餅那一層 我會覺得它之前很像芋頭餅 就它外面那一層很像餅乾 對 它那個層是比較厚 所以你感覺咬起來比較脆 不是酥 是脆脆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厚實一點 因為我認覺得它的餡 就跟芋頭餅的餡是一樣的 對 那甜度稍微比較高一點 我自己覺得 那我就現在吃紅豆的 之前還特技去全國食材 跑去買那個芋頭餡 一整包 這是要自己做是不是 沒有了 你就抹在麵包吐司上面 你的吐司就變成芋頭吐司啊 當早餐啊 它這個皮比較軟欸 喔 它比較薄一點 然後 吃起來還有一點 麵糰的感覺 一點點 就是它比較軟一點 你要不要吃看看 它是比較像 可能是比較像 你喜歡的那種 嗯 它的 烤的感覺時間不一樣 嗯 這個烤的比較久 這感覺比較酥脆 那個芋頭比較酥脆 那 那個 紅豆餅有可能它放比較久一點點 或是說它烤的本身 溫度就是比較 時間沒那麼長 所以要吃起來 其實皮是有點軟軟的 比較像軟殼的那種餅 嗯 它的內餡 還蠻厚的 我們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那來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 嗯 我個人的話 就是比較 比較喜歡那個 蔥燒餅 然後全部裡面 我應該也是最推薦的一個 其他的 我覺得比較 嗯 比較普通一點 對 那我話比較推薦是那個 水煎包 它那個可以吃飽 因為肉很多 那只是說它的 肉質 應該可能會有點肥肉 它蒸完之後 它那個油都跑出來 所以吃起來 到後面會有一些油 那反正那個部分 你就在吃的時候 你就把油倒掉就好 如果你不喜歡吃的話 那如果 那個不介意的話 那個油吃起來是很香 豬油 那燒餅的話 我覺得 嗯 我覺得 還好 應該說 因為畢林跟我住的地方 有點距離 所以我不會 以後不會 轉成跑一趟那麼遠的路 去買一個它的燒餅 因為在我們家附近的這個燒餅 也有在賣 蔥燒餅的蔥肯沒有太多 可是吃起來 我覺得比它好吃 嗯 並不是它不好吃 我這邊的選擇 是更 更比它好一點 那另外酥餅的部分 我剛剛講 我也比較喜歡吃那種 多層那種酥餅 好 那我們家這邊 它賣的是那種酥油 比較多層那種酥餅 所以如果推薦的話 我比較推薦的是 我們家這邊這一間 就 下次可以開箱看看 這樣 好 明天 明天吃完那間 那 來 推不推 今天的這個 我覺得還好 還好 那水煎包 我覺得還好 還好 OK 我推的是水煎包 那燒餅就還好 OK 這就是今天結論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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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